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张鱼的玩具 本期呢,我们来回到新战的微缩仔剧系列 来看这个015号的千年笋 并且啊,这次在标题里面 我们来对焦看一下,这里呢有个帝国的反击 也就是说它是第五部的千年笋的造型 但是呢,这个和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说的 这个老的千年笋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现在迅速先开盒看一下 开盒以后呢,首先来看A1版件 似乎和之前 没什么区别 嗯,白色的 冷白色 然后呢,A2版件 A2版件是零散的一个 它的各种细节的补完 还有侧面的一些效果 A3版件 各种侧面 还有上面那个小机枪 细节是很丰富的 这里呢,额外有个 可以看到它的编号是A6 而且这个底部啊 可以明显的看到,因为我之前也有在论坛 或者是一些社区啊 有那个专业的大佬说第五部的造型啊 确实是它有五个起落架 而普通的原来老的那个千年笋呢 是只有三个起落架的 可以看到明显的区别啊 但是呢,这个这款模型呢 有没有额外的一些区别呢 还需要等到做出来以后才能明确的能对比出来 除开这几个白色的板件呢 贴纸似乎跟原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底座 今天的底座 还是老样子啊 就是一个黑色的底座 加上青色的这个颜色的板件 那就迅速开始制作吧 好,那我们就制作完成了 套件本身啊 精密度和细节呢都是很棒的 而且底部呢 刚才我们开盒呢 也看到了它这个设定是不一样的 本次的配色呢 模仿新版的这个官图啊 它把一些灰色的部分 替换成了那种偏紫灰色的效果 而官图的那个驾驶舱部分也偏蓝 大家到时候如果说买了两款千年笋的小伙伴呢 可以依照官图啊 进行一些新的这种配色方案 而且这次啊 我原创可以大家看到推进器的部分 哎,我用了那个盖亚的透明荧光漆啊 给它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配色 毕竟买了两款嘛 我总不能做一模一样的吧 稍微做点区别 这样呢也能让自己的玩具有意思一点 毕竟呢玩具开心就好 这个跟设定当然是不一样的了 那我们就来对比一下 这个呢是做好的015号 来张宇你把006号拿来 基本 好了 没什么区别 不是写问题 拿放大信可能能看到一些区别 正面的可以看到它的零件 基本是完全一致的 侧面呢 请你帮我一过来看一下 一样的 另一个侧面呢 一样的 然后屁股呢 我涂了不一样的推进器的颜色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站只是我的配色 而底部就是它这次的设定不同了 第五部呢 它有五个起楼架 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而这边呢只有 这是这边 这个是就只有三个了 也就是说 这个千年笋呢 如果说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呢 你买一个就够了 它只是轻微的一个设定上的区别 如果说是那种强迫症 致霸党 倒是可以把这两款把它收起 但是 可以有 但没必要 对对对 也就是这两个基本是一样的 对 我们家只是稍微涂装搞了一点 稍微一点点的区别 那就多总结一下 那就是还不错 制作还是很精细 对 老B这次呢 基本就是换魔骗钱之作 对 那就 喜欢的小伙伴呢 我是不建议购买的 那就本期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